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哈利路亞 耶和華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我們神,祂說祂的道路是高於我們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於我們的意念 你怎可以想到一個不認識神的時候被判了兩次死刑的人 今天祂的生命是何等的精彩 唯有保肅的生命,見證了神的榮義 我給我們的神,哈利路亞 主你的話語是真的 主,祂是改變人生命的神 我們今早一起來到神理的殿裏 我們一起聽你的話語 所以我想請各位姐妹,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慈愛的天父,我們在此再一次感謝讚美祢 主,我們看到祂是一個改變人生命的神 主,在你裏面我們沒有難成的事 在你裏面我們永遠都有機會去改變 主,多謝讚美祢 主,今早讓你的話語進入我們心裏 主,奉耶穌的名字 主,我求祢賜一下真理的聖靈 現在就在我們中間 打開我們的心,打開我們的眼 讓我們在你的話語裏面認識神你自己 讓我們更加深地來認識你 和你建立一個更深更真的關係 主,多謝你把以下時候交在你手裏面 求主,你自己親自帶領 我們這樣同心合意地等候討告 期待是奉耶穌基督來得聖的名 阿門,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題目就是 人生的珍寶 你生命裏面,什麼是在你生命裏面一個重要的東西 珍寶就是一些重要的物件 或者一些重要的事情 究竟你生命裏面,什麼東西對你來講是很重要的呢? 你自己知不知道呢? 有些人一生去追求名利,財富 好像阿寶叔昨晚跟他分享過在鄉下的時候 他認識的年輕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都是對錢看得很重要 香港來講,很多人覺得錢很重要 有些人追求權力 有些人追求愛情 有一個很出名的英國皇帝 溫沙公爵 他為了追求愛情 他認識了一個離婚兩切的媳婦夫人 他為了跟他在一起,連皇帝都不做 不愛江山愛美人 有人追求享樂 有人追求知識 有人追求安逸 最好就是什麼都不要跟我的事 閒事莫企 地莫企,閒事莫理 平平安安過我的生活就算了 有些人追求刺激 有些人追求完美 各方面都要做足一百分 各個人都不同 在生命裏面的價值觀都不同 你的價值 大家各位 你在生命裏面 你究竟追求什麼? 可能你說 有些事我都無欲無求 我追求主 我追求神 和神在一起 這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要問一下自己 當你覺得一件事情是貴重重要的時候 你就會願意花上你的時間 花上你一切的資源 去尋找 當我們要苦心自問 我們每一日 我們花上我們的時間 精神 精力 在什麼地方上面 這件事就是你覺得重要 你在追尋著的 主耶穌在聖經裡面 祂提出了一件事 我們世界上每個人都在追求不同的東西 但是耶穌給了一個另外的選擇給我們 在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五節 那裡耶穌說 天國好象寶貝藏在地裡 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 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買這塊地 天國又好象買賣人 尋找好豬子 這個豬是真豬的意思 遇見一伙重價的豬子 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 買了這伙豬子 耶穌在這裡提出了一件事 我們很多人尋找金錢 追求金錢財富權力 但是耶穌說 有一件事是比這些東西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就是天國 天國就是神的國 是神同在的地方 將來我們每個人都有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沒有人是未接受耶穌 不認識耶穌的?有沒有? 或者我應該反過來問吧 通常都沒有人舉手的 這裡有沒有人是接受了 和認識耶穌是你的救主的? 全部都舉手了 感謝耶穌 如果全部都舉手的話 就是說這裡我們將來 我們走完這個世界的道路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地方會去的 那個地方就是永遠和神一起的地方 那裡就是天國 Amen?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的? 相信嗎? 我們將來一定會去天國的 Amen? Hallelujah! 我們對神的話語是要有回應的 因為 你知不知道你回應 代表你真心相信這件事情 信心 聖先說我們心裡面充滿的 口就說出來 你說的話代表你的心真的相信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告訴主耶穌知道 你相信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你是會進到天國裡面嗎? 感謝主 這個是耶穌給我們的恩典 但是我們不需要等到將來 我們才可以看到天國 耶穌說天國就在我們心裡面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相信了耶穌 接受了耶穌做我們的救主 我們的心就成為聖靈的殿 Amen? 可不可以鼓勵隔壁左右的弟兄姊妹 你告訴她 天國在你心裡面 天國在你心裡面 在這一刻 隨時隨地 神的靈都跟我們同在 Amen? 有神的靈在那裡 有神的同在在那裡 那裡就有天國 我們是一群帶著神同在的人 Amen? 神的同在 主耶穌跟我們說 就好比一個寶貝 一個貴重的珍珠 但是耶穌也說 他在馬太福音七章六節那裡說 神不會將珍珠 丟在珠面前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一些重要的東西 貴重的東西 如果我放一些不懂貨的動物 好像豬一樣 放在他面前 他是不會懂得珍貴、珍重的這件事 最近我公司搬寫字樓 還有一些裝修 我有一個很舊的房間 有些同事在那裡收拾東西 找到一隻碗 不知道為什麼在公司裡面找到一隻碗 也很舊的 放在一旁 過了幾天 我們公司的CE 就是行政總裁 走過 一看到那隻碗 放在那裡 他就馬上問那些同事 你為什麼把古董放在那裡 原來那隻碗是不知什麼朝代的古碗 他馬上拿起來 然後就去找人做鑑定 原來發現那隻碗值四十幾萬 一件值四十幾萬的古碗 放在公司的一個儲物箱 不知道哪個角底 當你不懂得那樣貴重的時候 你當它是一件垃圾 他們好像想丟 一件垃圾就變成了一件珍貴的寶物 天確都是一樣 你不認識 你不覺得這件事重要 在你手裡面好像一件垃圾 但是當你看到這件事是重要的時候 聖經說你就會願意去花上 花上你一切 你所擁有的 去將它換回來 所以人要得到天覺 第一件事 你要懂得 你要懂得 可不可以跟隔壁弟兄姐妹說 你要懂得 你要懂得 你不要當珍珠,當垃圾 給你鑽石,你當是水晶 不只要識貨 你還要願意去付代價 去將它拿回來 我們知道有些珠寶很貴重 一看就知道很漂亮 在雜誌上都登出來 有四絲的鑽石 其實我對鑽石不是很認識的 但是你知道你永遠跟它沒有份 所以你不會想著得到這件名貴的珠寶 它永遠跟它沒有份 除了你識貨之外 你還要願意去付上代價 去換取這件物件 這件珍貴的寶藏 神的國 神的同在 Amen 一個真正渴慕神同在 一個真正重視神的國 神同在的人 他的生命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今天會花一點時間在一個 舊約人物裡面 我們看看 在這裡可能會給我們一些啟示 這個人物的名字叫做俄別以東 我們一起說俄別以東 俄別以東 這個人的人名在舊約裡面不多過十次 那麼 他一開始 第一次在聖經裡面出現 這個人就是 在薩摩爾記下的六章 十至十一節 或者歷代至上的十三章 十三、十四節裡面 兩段是同樣的經文來的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先 由薩摩爾記下六章十至十一節開始 我們開始認識俄別以東這個人 好了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於是大衛不肯將耶和華的若櫃 混進大衛的城 卻混到加特人 俄別以東的家 耶和華的若櫃在加特人 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 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家 聖經初初介紹俄別以東 說他是一個加特人 我們記住了 加特 我們一起講加特 加特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一會兒大家會知道 因為 聖經一開始講到 就是 大衛不肯將耶和華的若櫃 搬去大衛城 就把這個若櫃送去俄別以東家 很奇怪是不是? 大衛是一個愛神的人 是不是? 聖經說大衛是一個追隨神 合神心意的人 大衛一生他有一個目的 就是他想經常跟神在一起 甚至他做了王之後 他首先就在耶路撒冷 他的王城裡面 建了一個地方 建了一個帳幕 想著把若櫃放在這個帳幕裡面 每一天不停地敬拜他的神 這個就是大衛做了王之後的第一個心願 為什麼大衛這麼想接到神的若櫃 但是又不將神的若櫃送去耶路撒冷城 而放在一個家庭的家中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麼我們就要從若櫃 究竟在這個時候之前的一些故事開始 我想先… 可不可以先出那個地圖 我們先講一講若櫃 有一段很短的歷史 很快 講回接近幾十年前 都沒有數過幾十年前 當時還是撒母爾的師父 做以利,做祭司的時候 當時以色列和菲利士是在打仗的 有一次有一個戰役在以便以謝這個地方 我們看地圖就看到了 在以色列和菲利士的邊境在北面頂 藍色的那條線最頂那裡 看到嗎?以便以謝這個地方 當時發生了一場戰役 以色列人就打敗了 當時以色列的那幫人就打算 第一次打輸了 就打算搬神的約櫃去到 去到跟他一起打仗 這樣就會贏了 因為神的約櫃代表神的同在 就好像有時候我們去幫人道醫病 趕鬼釋放 不知道行不行 怕不行 握著神的十字架去到 握著神的十字架去就行了 好像驅魔人一樣 奉耶穌的名字握著十字架 你還不走? 有沒有試過? 我曾經見過 但是鬼也是不走的 感謝主 我們是會有這樣的經歷 說回這裡 以色列人抬上約櫃去打仗 都輸了 結果約櫃被非利是人拿走了 然後拿走了神的約櫃 非利是人就把他搬到第一個地方 就是阿什特 阿什特這個地方 把約櫃放在阿什特裡面的一個偶像大滾 偶像的廟裡 意思就好像將神 因為非利是人是一個多神論的民族 他們想著他們已經有一個偶像叫大滾 神呢 耶穌說的 耶穌說的 以色列的神 其實都是眾神之一 就將他放在他的廟裡 就做 我們講俗一點 就是做非利是偶像的 的兄弟 或者叫做 就是跟著大哥 這樣的意思 但是呢 當 將約櫃放在偶像廟裡 第二天 這個大滾的偶像就摸到在 那個約櫃前面 頭和手都斷開了 那麼非利是人就害怕了 還不止 神因為這樣就是審判 阿實特這個地方 他就把那裡所有的人都生痔瘡 很辛苦 接著他們就 很害怕 就把這個約櫃搬到另外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就叫做加特 我們一起講加特 剛剛 我們已經講過這個名字了 俄別爾東 他是一個什麼人 加特人 加特這個城市 其實是一個非利是的 其中一個城市 當約櫃去到加特的時候 神的審判就去到加特 所有的加特人都生痔瘡 神很真的 神用這個東西審判非利是人 接著那些人呢 加特人就把這個約櫃搬到第三個地方 就是以格倫 去到以格倫呢 一樣 聖經說 約櫃去到以格倫的時候 有些人 已經聽到 已經嚇死了 還沒死的人 就生痔瘡 好了 連續三個城市 約櫃去到哪裡 神的審判就去到哪裡 接著 以色列人 非利是人商量過之後 就決定不再留約櫃在非利是這個地方 就把約櫃送回去以色列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白士脈 白士脈的人再把約櫃送去 靠近耶路撒冷的一個城市 叫做基列耶倫 在那裡就有一個利美人 他的名字叫做阿比拿特 最終約櫃就放在基列耶倫裡面 一個利美人阿比拿特的家裡 就二十年 那麼 約櫃就停在這裡了 接著就去到輾轉時間過去 蘇羅當皇帝 接著就抹落了 大衛就上場了 過了接近一百年 應該沒有一百年的 那裡應該是三十年左右的時間 好了 輪到大衛當皇帝的時候 就講到大衛知道了約櫃的 因為大衛他有一個心願 剛才我講過 就是想將約櫃送回去耶路撒冷 他知道約櫃現在在哪裡 在基列耶倫阿比拿特的家裡 所以他就很開心地這樣 聖經就說 他挑選了 在以色列中找了三萬個人 就跟他一起去到阿比拿特的家裡 就接約櫃回來了 這裡我想跟大家一起讀一段聖經 撒母二記下六章 一至十一節 好,如果找到的話 這裡沒有PowerPoint 那頂字幕組可不可以幫我打那段聖經 撒母二記下六章一至十一節 如果你手上有聖經 我們可以打開你的聖經 我們一起讀 行不行 好 或者我一直讀 如果可以就打出來了 大衛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選的人三萬 大衛起身率領跟從於他的眾人前往 要從巴拉猶大 其實巴拉猶大就是基列耶倫 這個地方 將神、約櫃混來 這約櫃就是坐在二基路牌上 萬鈞之夜和華 流明之約櫃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江上阿比拿特的家 抬出來 放在新車上 阿比拿特的兩個兒子 烏薩和阿希約 趕這新車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江上阿比拿特的家裡 抬出來的 和以色列的全家 在耶和華面前 用松木製造的各樣樂器 和琴、塞、鼓、拔、羅 作樂、跳舞 到了拿近的洋和場 因為牛塞前提 烏薩就伸手附著神的約櫃 耶和華向烏薩發怒 因者錯誤擊殺他 他就死在神的約櫃旁 大衛因耶和華擊殺烏殺 心裡受煩 就稱那地方為秘利斯烏殺 直到今日 那日大衛懼懼怕耶和華說 耶和華的約櫃怎可運到我這女來 於是大衛不肯將耶和華的約櫃 運盡大衛的城 卻運到加特人 俄別以東的家中 耶和華的約櫃在加特人 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 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家 好了,這裡我們看到 原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當大衛要將約櫃由阿比拉特的家 運到耶路撒冷 大衛的城裡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意外 就是約櫃在車上跌出來 然後烏薩用手扶著 我想問一下 烏薩這個舉動 是否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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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的約櫃 要跌 從車上跌到地上 那我去扶回去 讓它不要跌 不要作難 應該不會跌壞 這個約櫃 不要讓神不會撞傷 是否很合理? 為什麼神要擊殺? 為什麼一個這麼合理 又完全是出於為神 他的出發點純粹是為了 讓神的約櫃保存得完整一點? 為什麼一個出於一個好心 一個善意的行動 導致他被神擊殺了? 有沒有想過這個原因? 我們的神是否一個這麼不講道理的神? 有時候我們會想 會看到神的作為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不太明白 原來 約櫃的移動 在舊約裡面 是一個很清楚地說明了 約櫃 如果人要搬 要把約櫃從一個地方 搬到另一個地方 只可以把約櫃用一個鋼 即是我們一支打橫的 我們叫做一支淡挑 穿在約櫃的兩邊 那些環那裡 然後將約櫃升起 而這個淡挑 只可以放在利美人的肩膀上 這個是移動約櫃的唯一方法 也是神 教 神講得明 只可以這樣做 約櫃是屬於神的 是聖結的 是不可以碰的 是不可以碰的 碰的那天 哪個人碰的約櫃 只是觸摸到神的聖結 神的聖結是不可以觸摸的 不可以被遷阅 這個是敬畏神 可不可以跟隔壁的姐妹說 不要遷阅神的聖結 不要遷阅神的聖結 我們有個長老 他這樣教他的小朋友 你服侍神 你要跟著神的方法去服侍 他這樣教他的小朋友 如果不是的話 是會死的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但其實這個是敬畏神 有聖結基礎的 當然我們的神是有恩典 有憐憫的 因為烏薩 其實烏薩是阿比拉特的兒子 其實烏薩就是當日 當日約櫃放在阿比拉特的家 阿比拉特叫他的兒子伊利亞薩 去看守這個約櫃 看守了20年 其實烏薩就是伊利亞薩 烏薩看守了約櫃20年 他竟然犯了一個這樣的錯誤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神沒有給機會烏薩 在這裡 剛才讀了十一段聖經 我們發現了一個挺有趣的對比 可以看看 這裡說的是兩個服侍神的人 第一個就是阿比拉特的兒子伊利亞薩 或者叫做烏薩 阿比拉特的兒子伊利亞薩 跟阿比拉特的兒子伊利亞薩 然後烏薩 烏薩看守了約櫃20年 阿比拉特的兒子伊利亞薩 看守了約櫃三個月 结果 污煞就是因为 他的手碰到约柜 结果神就击杀了他 死了 俄别以东看守了神的约柜三个月 神就赐福了给他全家 是不是很大的对比 究竟有什么分别 两个人的工作都是看守约柜 看守约柜 约柜放在你家 神的同在在你那里 一个二十年一个三个月 为什么二十年那个 圣经没有讲过有任何的祝福 三个月那个 全家不单止他 圣经后面讲到是 俄别以东的一家 和他所有属于俄别以东的 都受到神的祝福 有没有人想要神的祝福? 我们都想要神的祝福 我们是不是要看看 究竟 俄别以东做了什么? 没看俄别以东之前 我们看看阿比拉特 阿比拉特的服侍是怎样的呢? 应该是他的儿子 阿比拉特的儿子 乌杀的服侍是怎样的呢? 第一,我们看到 整个二十年里面 乌杀和神的关系 似乎看不到有什么 进步过 当大卫说要在 乌杀家里把药柜运走的时候 你觉得乌杀知不知道 药柜是要由利美人来台的呢? 他应该知道的 一个很简单的界命 乌杀没理由不知道 第二,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乌杀 仍然容让大卫把药柜放在牛车上? 什么原因? 我想到两个原因而已 第一 他根本都忘记了 他都没有想过 大卫是王的嘛 是他老板嘛 老板说要这么做就这么做 第二,就是他根本知道 他知道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大卫是王 大卫决定了 他连 跟大卫再去 我们叫进贱 就是告诉大卫 其实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他不在乎 你决定嘛 你是领袖嘛 我跟领袖说不用说的 领袖说这样就这样 就算我明知道你是错 有什么事就领袖 就自己去承受的后果 无论是 乌杀他是 不记得了 或者说 他的心是 我明知道 但是由得理他错 这个反映他 乌杀背后 他服侍的心态是什么呢? 他看服侍只不过是一个工作 只是打一份工而已 每一天 我回到神的同在里面 回到教会 我是一份工作 是一个责任 没有其他东西的了 跟神没关系 以至他在二十年里面 神的同在在他家里 但是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尽心 他也不在意 谁去处理神的药柜 去处理神的同在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原来跟随主 或者侍奉神的年日 长短 跟你认不认识神 你有没有 你和神的关系呢? 没有一个正面的关系的 可能 有人回来教会 其实今天教会 就是当日的约柜 大家知道吗? 今天教会就是当日的约柜 教会就是神的同在 有人回来教会 十年 二十年 神的同在每一次都在教会里面 每一次我们聚会 敬拜的时候 我们聚集在一起 敬拜 我们一起听神的话语 我们相聚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 但是可能你回来十年 二十年 你和神都没有关系 或者你和神的关系没有进步过 Hallelujah 和旁边的姐妹说 他不是在说你 Hallelujah 但是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 究竟我们每一次回来教会 回来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有没有经历神呢? 今天 今早早 神有没有跟你说话? 你在敬拜的时候 神有没有触摸过你? 好了 我们看回俄别以东 俄别以东 俄别以东当然很不同 第一 俄别以东的福事 一定是神喜悦的 同不同意? 因为三个月 只不过是和神的同在三个月 神就大大祝福他家 你是不是想要神的祝福? 是的 那你要看看 第一 俄别以东是用神喜悦的方法来服侍他 究竟是什么呢? 神喜悦俄别以东的什么呢? 是一样的 很重要的 俄别以东不是在追求神的祝福 俄别以东是在追求祝福祂的神 你明白吗? 有分别吗? 神喜欢 神喜欢人 是追求神的自己 不是追求神的祝福 有很多弟兄姊妹 她说 神不是说 是她做出来的 当神祝福她的时候 我祈祷公司有问题 神立刻解决了 神很祝福我 立刻回教会 天天回来 周围和人说 神如何祝福我 神祝福了我的经济 神医好了我的病 当她的问题在 一路祈祷都没有解决 或者神还没出手的时候 或者祈祷她的手 譬如好像我的手 我手持了两个月 手持了 旗了很久 肚都没有解决的时候 又看了很多钱医生 接着她就不回教会了 不祈祷了 没用呢 祈祷神也不听 祈祷我的老公在外面搞搞震 祈祷她也不回转 走了 离开教会 我都见过 是否当神祝福你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 祂就是你的神 当神不听你的祷告 或者你的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 你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祂就不是你的神 是不是这样 俄别以东 他跟神的关系 就不是 俄别以东 不是只看着神的祝福 我们看回 当约桂被大位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当时圣经说 神已经很大祝福了俄别以东 他家里一切所有的都被很大的祝福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神的祝福是另一件事 就是多 大家一起说多 什么多呢? 什么都多 圣经在后面说过 俄别以东有八个儿子 圣经说 这是神对祂的其中一个祝福 儿女多就是祝福 Amen? 创世纪录神说 我们每个人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这个就是神对人的祝福 但是 神对俄别以东 不仅祝福他儿女多 而且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多 也就是说他的生畜 都多 我估计 譬如可能有羊 牛 一胎生四只 一胎生八只 那些鸡呢 鸡仔一次生 有些普通的生六只 十只蛋 他生二十只 三十只 他是多到周围的人都看到的 不只是他自己知道的 就是因为他 受到神的祝福 他所有的东西都封盛 所以呢 他的封盛 那些人就看到 哇!神和这个人一起 真的 那些人的东西 真是 他家庭 这些人 这个信息 传到耶路撒冷 大衛都听到 所以大衛就知道 咦? 哇!神已经原谅了我们了 神不再惩罚我们了 这个约围在俄别以东家 俄别以东家 俄别以东无事 所以呢 所以大衛就去俄比爾東家 把藥櫃再接回耶路撒冷 第二次 在當時 其實在俄比爾東 對於俄比爾東來說 他的責任已經完成了 看守了三個月 王要接藥櫃回去 功誠身退了 又得到神的祝福 他是不是可以坐在那裡不用做呢? 在那裡享受神給他的供應 又有八個兒子 聖經說八個兒子 更是每個人都很聰明、很聽話的 還沒計算他的孫子 加上有六十二個 如果你有六十二個子孫 我想不用做了,對吧? 每人每一天跟你去喝茶 每人每一天、每個月 六十二個 每人給你一千塊錢 如果用今天來計算 你也六萬多塊錢 你還有一間房子 你是不是可以在那裡享受神的祝福、的風盛 你不用再去服侍了嘛 你在家裡敬拜神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跟著大衛 跟著約櫃走去大衛城 聖經說,俄比宗不是這樣選擇 俄比宗選擇就是 跟著大衛那個儀仗隊 因為大衛送約櫃回去大衛城 不是就這樣找人抬 這次大衛城聖目了 他找了利美仁,把約櫃抬回去大衛城 但在過程裡面不是就這樣抬的 他找了一隊敬拜隊,跟著在後面 跟著之後呢 每走六步 就獻羊獻牛 在過程裡面還一直唱歌、跳舞 晚上就要找人看守約櫃 每一件事情俄比宗都有份做的 唱歌,俄比宗進去 就像寶叔一樣 作一首歌,唱給神知 接著俄比宗還學習彈琴 做了翠美做的工作 拿著弦琴一邊彈琴,奏樂 他未必很聰明,但是他去做 然後晚上就做了看守約櫃 守在約櫃前面 去到大衛城之後呢 大衛將約櫃放在大衛的帳幕裡面 接著之後就安排班次 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約櫃前面 聖經這裡說的就是 在約櫃前面 獻祭、侍奉、眾揚、清謝、讚美 在歷代至上十六章四節 俄比宗又去做 為什麼已經有這麼大的祝福 還要去到帳幕面前去做看更呢 有什麼驅動到俄比宗 去做一個這樣的選擇 因為俄比宗和神的關係已經不是一個 只是伏人去服侍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看到,約櫃去到哪裡 俄比宗就跟到哪裡 就好像一個比喻就是 你跟一個你很喜歡的人在一起 他去哪裡你就去哪裡 他去吃飯你就去吃飯 他去看電影你就去看電影 他去買菜你就去買菜 他要回家 你就陪他回家 他去哪裡你都會順路 收機灣去到柴灣 再到天水圍你都會覺得順路 這不是工作來的嘛 如果你說我要送我老闆 從柴灣去到天水圍 嘩 一個多小時 都不知道跟他說什麼 很辛苦的,是不是? 跟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或者你公司的高層、高層、高高層 你都不知道跟他說什麼 你要將他 從柴灣去到天水圍 一個多小時 好像行刑一樣 你在這裡想要跟他 我試過 你在這裡想話題跟他說 又不知道說什麼 又怕得罪他 但是你和你心愛的人一起 去哪裡都順路 因為這不是工作來的嘛 這是關係的嘛 你和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路程裡面 你不是在做一個工作 你是在跟他相處 Amen 俄別爾東和神的關係 在俄別爾東的心裡 沒有侍奉這件事情的 他看守藥櫃 不是一個工作 不是侍奉 他是跟神約會 Amen 我們今天的侍奉 究竟是一個工作 還是跟神約會呢? 每一天 每個禮拜 我們回來這個神的同在裡面 教會 神的同在 我們預備我們的地方 我們聚會 知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聚會之前 我們有一幫弟兄姊妹在這裡 幫我們預備著 排燈啊 在後面 音響組的弟兄姊妹 幫我們設定音響 調教的音量啊 燈光啊 敬拜隊為我們預備 敬拜的歌曲 外面招待為我們準備一些首節啊 還有人駕駛啊 你知道駕駛的那個 弟兄很辛苦嗎? 夏天三十幾度 駕駛著那個貨駛 又走得慢啊 沒有風啊 從樓下上到來 我計算過 最少一分鐘 有時候還不行啊 他來回不是一次啊 上了又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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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啊 服侍啊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當這個如果是一個工作的話 都挺痛苦啊 但如果這個是你跟神相處的時候呢 不同了啊 你跟神相處的時間 駕駛以東是一個追隨神的人 他一直跟著 就算當他 就算生命滿有祝福 他仍然 不把祝福放在他的眼裡 他放下他自己 在家裡可以很舒服地去享受 他放棄了這件事情 他選擇去到神的約櫃面前 他選擇跟神親近 所以呢 我可以估計 因為 俄別以東的前半生應該是這樣的 當俄別以東還是年少的時候 他是一個利美人來的 但是因為 當時以色列的戰亂呢 他就流落在加特這個地方 一段時間 所以 一開始 他的出現呢 別人以為他是一個加特人 因為他在加特那裡出現 當約櫃 記不記得他曾經流落到加特這個地方 在那一刻 他在俄別以東 見到約櫃 知道約櫃的存在 他開始 看到他的命定 他一直在尋找 究竟我怎樣可以侍奉神呢 約櫃出現了 他開始跟隨著約櫃 約櫃 可不可以給我一幅地圖嗎 約櫃從加特去到以格倫這個地方 約櫃從加特去到以格倫這個地方 約櫃從以格倫這個地方 約櫃從以格倫這個地方 約櫃從以格倫 跟著回以色列去到白士默 他就跟去白士默 他就跟去白士默 最後約櫃到基列耶倫 烏殺他們的家 我相信約櫃從以格倫 也將他的家 搬到他 烏殺他們的家附近 所以 那次當大衛將約櫃摺走的時候 大衛整班人跟著在約櫃後面 俄別以東都在後面 當出事的時候 神的憤怒去到枯殺 激殺了烏殺 全部以色列人都很害怕 都不敢碰這個約櫃 大衛說 連大衛當時的王都不敢鬥這個約櫃 但是俄別以東就在那個時候出現了 俄別以東願意打開自己的家 你有沒有想過約櫃 怎麼可以從那個地方去到俄別以東的家 當時沒有人敢碰這個約櫃 一定是俄別以東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把約櫃抬回去他的家 因為俄別以東他知道 怎樣去處理 因為他是愛神的人 他熟悉 他知道這樣處理是完全沒有問題 當所有人都很害怕的時候 因為他們不認識神 而對神 起了一個敬畏懼怕的心的時候 一個認識神的人 他是完全不會害怕 反而他看到 這個是一個機會 是他親近神的機會 是他拿到神祝福的機會 我們的神就是在一個逆境的時候 當大家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大家都很害怕 在一個環境好像很惡劣的時候 如果你是神同在的人 你就會有一份平安 你就會有一份信心 因為愛裡面沒有懼怕 就好像寶叔一樣 寶叔在一個監倉裡面 很多的折磨 很多的很難接受 被人打、被人欺負 但是當他有一個聖經在手的時候 有沒有聽到 當他打開聖經詩篇23篇 耶和說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當我走過死任的憂谷 也必不怕遭害 因為我與你同在 神的話語 當神進入寶叔的生命的時候 他開始認識神 他開始不再害怕 這個就是神伺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給一些真正認識他的人 阿比爾東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一直追隨神 直到他可以有機會 將神的同在接到他家裡 所以在他看守 阿比爾東看守藥櫃的三個月裡面 根本阿比爾東就不是一個 他的工作不是看守 他是每一天跟神親近的 從神親密地相處了三個月 這個就是阿比爾東受到神大大祝福的原因 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服侍神 他受的祝福 他接受神大大祝福他 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服侍 是因為他親近神 Amen 同家裡弟兄姐妹說 祝福的背後就是你與神親近 如果你想接受 你想得到神大大的祝福 你就要多一點與神親近 Amen 他對神的愛 還感染了他的家人 不單止他自己 我們可以在後面看到 歷代至上十六章三十七節 那裡說 三十七節 大衛派阿薩和他的弟兄在約貴前 常常侍奉耶和華 一日盡一日的積分 接著又派阿比爾東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人 與耶道頓的兒子阿比爾東並阿薩作守門的 他全家都因為阿比爾東對神的愛 以及那種侍奉的心被感染了 全家一起去侍奉耶和華 就好像約書一樣說 至於我和我家 都要侍奉耶和華 你想不想你與你家人 都侍奉主嗎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多一點與神親近 Amen 侍奉背後的動力 不是為了得到神的獎賞 侍奉背後的動力 不是為了得到什麼益處 不是為了得到神 不是為了得到什麼讚賞 背後侍奉最終 如果是神越納的那個動力 是因為你想親近神 Amen 鼓勵隔壁弟兄姊妹好不好 我要侍奉 因為我要親近神 當你的動機是對的時候 動機純正的時候 你的侍奉就會有果效 你就會盡力 因為你的動機是由愛開始 你由愛神 所以你去侍奉神 你動機純正 你做事有果效 你就會得到別人的欣賞 我必依奉一家的侍奉 得到大衛的欣賞 所以去到後期 當大衛年老了 他為神預備了 給他的兒子所羅門 將來要為神建聖殿 大衛不單止為聖殿預備資源 即是木材、金銀財寶 他還為聖殿描選了 將來聖殿要怎樣運作 哪些人去做師班 哪些人去守聖殿 哪個門 當中他描選了俄別爾東一家 去守將來聖殿的藍門 我們看看 歷代至上 二十六章 十五節 大衛安排了俄別爾東守藍門 他的兒子就守庫房 庫房大家都很明白 要擺錢的地方 重要的地方 是要信一個人才可以守這道門 藍門是甚麼地方呢 藍門就是將來 皇帝出入聖殿和他皇宮之間的那道門 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大衛很相信俄別爾東他一家 相信他們不會背叛 所以將重要的位置給了他們家人 最後也是最精彩的 聖經最後提到俄別爾東這個人的人名 竟然在大衛王朝 十個皇帝之後 我們一起看歷代之下二十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節 好 我們一起讀這幾節聖經 於是以色列王若阿斯上來 在猶大的伯士物 與猶大王阿瑪謝相見於戰場 猶大人拜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徒回家裡去 以色列王的若阿斯在伯士物 尋著若阿斯就是阿哈謝的孫子 若阿斯的兒子 猶大王阿瑪謝 將他帶到耶路撒冷 由拆位耶路撒冷城牆 從以法連門直到國門 共四百爪 由將我別爾東所看守 神殿裡的一切金銀和器銘 與皇宮裡的財寶都拿了去 並帶人去為止 並帶人去為止 就回撒瑪利亞去 我想再跟大家讀一次第二十四節 好嗎? 又將我別爾東所看守 神殿裡的一切金銀和器銘 與皇宮裡的財寶都拿了去 並帶人去為止 就回撒瑪利亞去了 經過十個皇朝 以色列都分裂了 成為猶大國和以色列國 還兩國相爭 最後聖經記載到就是 猶大輸了 以色列的國王 去到猶大耶路撒冷城 將部分城牆拆毀了 拿走 庫房裡面的金銀珠寶 但是聖經裡面 神在這裡 有一個很特別的形容詞 形容當時那個 裝著金銀珠寶的地方 叫做什麼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我別爾東所看守神殿裡的一切金銀 神在那個地方是 我別爾東曾經看守過的一個地方 我別爾東當時已經不在這個世界裡 但是神仍然在紀念當日 在聖殿裡面 有一個愛慕祂的人 曾經在那裡做過的一件事 就在這裡為了主 去看守著那個城門 弟兄姊妹 我們每個人跟從主 我們都有服侍主的機會 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 你有沒有渴望 將來 神 在神的 心裡面 祂會記住 這個荃灣敬拜會是 你曾經在這裡 服侍過的地方 你想不想在神的心裡面流明 當我們是一個愛神的人 出自愛心的服侍 在神的心裡面 你看到 去到十代的王朝之後 神仍然記得這個名 神當 就好像我們看著一隻戒指 一隻戒指 對其他人來說是一個很普通的戒指 但是對於你來說 這是你的愛人 給你的定情信物 你的結婚戒指 那個戒指的價值 不只是他自己本身的價值 是 誰給你 今天我們的服侍 是烏煞的服侍 做了二十年 神都不記得你做過什麼 還是俄別以東的服侍 你所做的一切 刻在神的心裡面 在永恆裡面 神都紀念 阿里路亞 我想請見拜對 在座位我們 在座位我們 我們起來 来自身 我觉得今天主想提醒我们一件事 服侍是对神爱的回应 我相信每个服侍的弟兄姊妹 其实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服侍主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因为刚才说过 服侍是对神爱的回应 你只是说爱神 但是你没有行动 这个不是真的爱 但是有时候我们 一直在神的教会里面 当我们日子长了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到 好像污煞一样 麻木了 我们只是 心里面记住 如何可以将一件事做好一点 我们忘记了 已经 忘记了原来我们 为什么要服侍 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我们想得到什么 我们想做好一点 得到人的称赞 自己的满足 自己的满足 还是我们想在这个服侍里面 我们经历和神的同在 哪一样才是重要 让神的灵 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 谁是服侍最终的对象 哈利路亚 让我们回到神的心里面 让我们明白神 究竟想我们 在祂的家里面 在祂的同在里面 神究竟想你如何 祂的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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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